南韓大学的开学典礼 魁为四年终于可以不戴口罩 不过别看新生笑得开心 他们可是有别的烦恼 南韩家长买给宝贝儿女的开学花束 今年明显少了很多 原来南韩鲜花价格跟着通膨狂涨 伤荷包 网牌商场甚至兴起 偏移二手花交易 南韩万物接涨 花还不是最有感的 各大连锁素食餐厅 从麦当劳到肯德基 陆续调涨5到10% 打开外送APP 大披萨加可乐 不含运费 竟然快4万韩元 将近台币940 还不像台湾 有买大送大的优惠 南韩医院CPI年增5.2% 高于预期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对于小铃铛 大披萨加可乐 大披萨加可乐 大披萨加可乐